持续来关心这北捷的意外 新兴臣嫌犯呢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随机犯案 心思呢非常缜密 刻意挑选这是台北捷运最常占据的 龙山寺到江子翠来下手 因为在这平均行车时间3到5分钟 而另外呢 他还挑选是末捷车厢上车 接着是沿着车厢往前砍杀 加上很多目击者回忆说 当时很多乘客因为在滑手期 或是并不养神 因此根本躲不了 就是这列222车次的拔南线捷运 酿成4死21伤 乘客搭上死亡列车 挥刀相向的阵性嫌犯 心思缜密刻意挑选 台北捷运战区最长的龙山寺 到江子翠捷运站 让他有足够时间下手 一个龙山寺距离江子翠的 这一个战区 其实是台北捷运里面 最长的一站 实际计时 从龙山寺到江子翠捷运站 到底花了多久时间 这个时间大概是3分10秒 龙山寺到江子翠捷运站 是捷运跨河段 两者占据3公里 也是台北捷运最长的占据 平均行车时间3分钟 最长拉到5分钟 在真心嫌犯行凶了4分钟 乘客逃不出密闭车厢 列车也停不了 真心大学生明显有预谋 搭上这辆车次后 每一个车次有6节车厢 他预谋选了最后一节车厢 让他有足够的时间 往其他车厢前进 追着被害人沿路砍杀 而目击者回忆 其实接近下班时间 大家都在滑手机 不然就是闭目养神 嫌犯十刀砍杀 根本来不及躲 上班的同情组 低头滑手机 紧盯手机一幕 突发状况发生时 也丧失该有的警觉性 看后面一下吧 就是常会注意后面 有没有人这样 有没有罪汗 行凶路线缜密 震嫌精心策划 通车18年的北捷 历经最严重的恐怖杀人事件 记者陈志宇周瑜的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